看到我身后的这组图片的时候 您可能会感叹 这些建筑的精美和古朴 这是中国民间的宗祠 但是这么多精美的宗祠 并不是分布在全国各地 而仅仅是在湖南 一个叫洞口的县城当中 据统计全盛时期 洞口县的宗祠能够达到300多座 多数建于明代 历经500年的沧桑 幸存至今的还有近百座 其中11座古祠 已经被列为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族人而言 宗祠是神圣的地方 每年最隆重的仪式就是祭祖 清明前 洞口县萧氏宗祠 举行了祭祖仪式 这个仪式当中 古老的习俗一直都没有变 进行祭拜的礼生 选用还非常的严格 祭祖之前呢 礼生要上贡自己 精心制作的贡品 斋巴 那是一种香糯可口的美食 虽然很好吃 但是呢 只有清明的时候 才能够见到 那一个斋字也道出了 李生为祭祖而做出的 非常特殊的斋戒行为 在洞口县城南 平溪江冲击出一块小小的沙洲 被称为福龙洲 五百多年前 秀氏族人在上面建造了这座宗祠 也被称为兰陵会馆 五百年来 很多习俗都已改变 但是祭祖的习俗从未间断 祭祖前几天 除了主祭的礼生 一般人不得进入 那您是咱们萧氏的组长吧 那您跟我说说 这个礼生都有什么选择标准呀 一个有盆跌 从盆跌盆生 过后面的标准 你像违法装机的 做很不精配的 等等一些 一些投资不够的 那都不够国家 做礼生的资格 祭祖的礼生共有七位 萧尊杰担任礼生已有13年 商量完祭祖的事宜 萧尊杰回到家中 开始为祭祖做准备 我听说好像在咱们摘戒这几天 是不是生活上会有一些改变 有 因为我们祖先遗迪下的权 我们自己组的都要讲解 不是困 不是酒 不 那个 和如意混职 那您住哪儿啊 如意住那间房间 我住这间房间 就是 哦 就这三间 您还不能跟老伴在一起住啊 这是谁的房间啊 这是我的孙子的房间 孙子不采家 在学习都是 他不打手 为了表达对祖辈的敬重 李生要摒弃所有陋席 摘戒三天 甚至要独居一室 出此 孝尊杰还要准备特殊的供品 这是一种由精米和糯米粉混合制作的瓷巴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斋巴 那这个斋巴一般我们什么时候会吃啊 只要村民居住 只要才能吃 就是专门是为了敬祖宗的时候才会吃 对对对 那为什么是您来 您家人来做这个斋巴呢 还是猜券我第一礼生 第一礼生 因为我来主持 那我必须理性这个直接 每年七组 斋巴都是由第一礼生负责准备 斋巴是否好吃 关键是要用当地优质的精米粉 而糯米只是增加了柔糯的口感 在我们看来 斋巴或许只是一道小吃 但是对于第一礼生 孝尊杰而言 斋巴象征着他敬祖的诚心 所以一定要精心制作 东口县有八十多万人口 萧姓人口有十三万多 当地有句俗语叫无萧不成习 五百年来 东口萧氏家族日益繁荣 但是没有忘记他们的根治所在 萧氏宗祠又被称为兰陵会馆 这是因为七祖上是从山东兰陵迁徙之词 而他们的十祖就是萧和 你们的十祖是这么个人 你们是不是很自豪 非常非常自豪 因为他为刘邦成就韩氏江山三百年了 三百多年了 他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是第一 第二他制定了绿化 韩道的绿化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的话 他就非常的贼减 他这个人不爱金钱 非常贼减 萧和的中心一直被后人当作典范 而萧氏后人对他的敬重 不仅仅是这份对国家的报复 也是因为他持家的勤俭之风 精米在中国普遍种植 已有近七千年历史 搭配上糯米 蒸熟的摘巴蜜香四溢 萧尊杰今年已有七十二岁 这次祭祖是他最后一次担任礼生 所以每一个细节他都细心准备 第二天是祭祖的大日子 一大早 礼生们遵照几百年的规矩 按部就班地准备着 作为第一礼生 孝尊杰必须熟记每一个细节 摘巴被规整地摆放在第一桌 背号祭品 所有人来到河岸 今天 萧氏族人用了七年时间修订的 最完整的一套祖谱已经完成 街谱就显得非常隆重 清明扫墓在中国的湖南 是被称为挂青 那么今天在洞口县 萧氏后人要全部聚集在祠堂 现在是上午的十一点钟 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萧氏后人 要把这些新修的祖谱 全部送往祠堂 然后人手一本 那在街谱之前 会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究竟是什么呢 那边已经开始了 如今 东口萧氏后意 遍布全国各地 远在异乡的人 一直期待着祖谱的修订 那我们的萧氏人口 都是在什么区域分布 大家有多少人呢 大约有140万 那今天来了有多少 今年来了300多人 300多人都是代表是吗 对 今天祭祖的300多人 仅仅是长江以南 八省市的代表 而其他地区的祖谱发放 则需要分批进行 祖谱摆好以后 就是隆重的祭祖仪式 七位礼生主持 在施礼之前 礼生要洗手 一次来表达对祖辈的敬重 孝尊杰为了表达自己 对于祖先的敬畏 摘戒三天 或许有些人认为 这只是一种形式 但是对于肖氏族人而言 祭祖的形式是一种警式 他们觉得 祭祖不是跪在祖宗的灵位前 恭敬地祈祷祖先的保佑 如果不去劳动创造 不珍惜粮食 结果只能是饿死 在洞口县 还有一座祠堂 被称为是湘南第一望 祠堂一山傍水 因为祖上曾经有一位武将 所以后来这个上武之风 就传承了五百年 村里的老人都说 因为有老宗祠的存在 才有了彪悍的民风 在江潭村 习武的人大有人在 闲下时 总会看到有人在一起切磋舞异 在这里不分派别 各路招式 十八般舞异各有体现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 习武是他们的本分 上武之风传承了数百年 而根源却是在祠堂 王室宗祠 宗祠玄址的风水极为讲究 后侧有一座不高的山丘 前林黄泥江 一山傍水居高临下 清明前祭祖 同样是王室祖人的大事 上午 全村人都聚集到祠堂 摆好三声 由祖里的长者 带领大家祭拜 王室祖先是从山西太原 牵至这里 所以祠堂又称太原郡 明正的元年开始建造 距今已有五百多年 江潭王室的祖上 是袁末的一位武将 名叫王以泉 当时外敌入侵 王以泉领旨出征 两个多月的征战 给敌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最后却战死沙场 王以泉因为骁勇善战 忠意报国 死后三十年 已到了明代 朱元璋竟追封王以泉 为开阔元帅 所以今天的王室宗祠 族人更多地 是称他为王元帅公 王以泉生且爱看戏 所以每年祭祖族族人都要请来戏班 五百年来 祠堂里的大戏没有停过 戏班虽然不是本族人 但是每次都会进入祠堂扣班 祭祖的贡品 以三生为主 除此还有一样特殊的贡品 就是这条甘鱼 王室祖上一部鱼卫生 带着这门手艺 他们甚至走出了湖南 后来却发生了一件非常传奇的事 于是剧族回乡安家 在这个五百多年前 我们的祖先才广西普遇 那些广西的那些抢号 来抢劫我们的祖先 来抢劫我们的祖先 所以那天晚上的 就看到那个 那些抢号的 就看到我们那个 年和江南两边 和话说 有拉伯的脚领 有拉伯的光飞 传说 族人有一天在广西捕鱼 夜里土匪准备洗劫这只船队 刚要登船 却发现 沿河两岸到处是金戈铁马 于是土匪被吓得四散而退 第二天 族人起床却浑然不知 当地百姓告诉了他们 发生了歧视 族里的头人认为 这是王元帅在庇护他们 宣祖上下一致认为 应该返乡祭祖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座祠堂 江坦村上午 也就是从那时期 一直传承至今 在王建华家的老屋 一直保留着一件兵器 这是什么武器 这是当年的那种兵器 叫锁标 标 标 当年那个小伊兵 清掉中国的时候 他经过我们这里 经过这里之后 我爷爷当年就组织了 村里很多的年轻小伙子 去杀伊兵 去抵抗 后来他们皮伊兵也扎住了 扎住了把我爷爷也杀害了 就这个标的留下来 我做个纪念 反映我爷爷 移民到杀害之后 如今习武的人少了 这种武器 也只是成为了一种符号 它记录着王氏族人 毅勇当前的气魄 也正是这份勇气 逼退了外地的入侵 1945年 日本侵略军 在几十公里外的雪峰山下 一败涂地 8月份在芷江投降 爷爷会武术吗 我不会 不会 但是我听说村子里的高人很多 对 我还听说有一个人 原来是穿那个大铁鞋 那一个鞋子的话 我们就九十个岁就看到 六七岁 那就很早很早就穿了 他那个胎子的话 跟现在那个鞋子 已经相似了 那个很穷的 我是没见过 我听说过 就是说那个人呢 他穿着那个铁鞋子 站在那里 这个手哪个棍子 哪个铁棍啊 谁都清不了心 但是鞋子一脱呢 他心情如烟 是吧 他好像一个人呢 非得起一样的 王氏宗子的大戏 每年过完喇叭就开始唱 一直唱到来年清明前后 这个戏台 不仅仅是为了敬祖宗 也丰富了村人的文化生活 像这样长期一天要花费多少钱啊 我们乘这个西班子的 付给他的三千三 这个还要找一些 高好钱的 高管理的 富裕的二百五 那这样加起来的话 一年大约要是花费的话 那就三四十万 东东要几十万了 肯定几十万了 都是老百姓吃的吃的 各家不要处理婚前 今天也不要处理婚前 这个关于的 在我们这里 行情了几百年了 没有哪个地方这样做 老百姓吃花的就这样做 洞口王氏宗子的大戏 唱了五百年 老人们在此安详每一天 孩子们在看在听 也在这里一天天地成长 这是江潭村 一代又一代人 共同的成长经历 在洞口如果提起祠堂呢 无人不知曾八之词 那是湖南省最大的一座古词 祠堂原本兴建的目的是 追远报本 曾氏宗祠在建筑规制上 体现出了族人 对于祖先的敬仰 曾经还触动了很多的人 清道光十九年 曾国藩专程到 曾氏宗祠 祭拜同族的先人 提起了扁连春风以水 赞叹这一支 由山东以水迁居 湘南的家族 不忘祖根再创新风 后来到了咸丰年间 曾国藩招募湘君 也被称为湘永 在曾八之词竖起了两面旗帜 一面写着曾 另一面呢就写着永 曾八之词从此名声大震 清明当天 红鹅村的孩子们 来到抗日烈士陵园 很多孩子或许不知为什么 要扫墓 但是从他们的眼神中 能够看出 他们对逝去的英烈 怀有敬仰之心 他叫曾传国 孩子们都称他曾馆长 是高沙文史博物馆的馆长 而这座烈士陵园 就是在曾传国的倡议下 有曾是后人出自兴建的 每年清明 来自扫墓的人 络绎不绝 这就是高沙文史博物馆 其实是一座宗祠 宗祠四周开阔 清代甚至将增设宗祠 作为地名 广为人知 宗祠共有五近 占地总面积 六千四百二十五平方米 是湖南省最大的宗祠 高沙曾是后人 以曾子作为自己的先祖 曾子的儒家学说 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人 学习的典范 我们吉思祖先 一年只吃 两次 那我问一下大家哪两次呀 学得好 七明前 我们的祖先是赞子成下来的 赞子是孔子的学生 它是个大声音 死不可不恒音 因成而逃远 因此为止任意不予臭乎 死何以不予怨乎 他说这个话 意思你们懂不懂啊 懂不懂呀 懂不懂 就是一个人 成立下要有资商 一生都要努力拼搏 为了祖国 知道吧 知道 祠堂实践于明代 经历近五百年的扩建 修缮 才得以保留至今 如今的行制 是近二十年修缮后形成的 用曾传国的话说 这二十年 他也只做了这一件事情 历经了五百年沧桑 宗慈并没有老去 之所以要设立博物馆 是因为这里遗留了 太多的历史印记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 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呀 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八经美带 当年我们军校 抗建的时候 据成我们中华民族 他写在这里 那黄埔军校当时为什么选择 在这个地方建立分校呢 抗建的时候 武汉是修了黄埔军校 帮到了武光 我们这里盘了军港整队 这个中华民族规模很大 可以迎来一千多人 在这里扎了七年 这样啊 不但有这个标语 还有 您说的是那个角 写了几个红色的字是不是 这是对本身自信了吗 对 对部下信任了吗 对 作为一个军营 他首先要秦宗 要负责 要有信仰 还要服从心仪同事 私自有坚定的私信 作为一个军营 他必须要坚持地 留个品的 曾氏宗祠也被称为曾八之祠 是因为先祖迁徙之祠有八个儿子 从那一代起 在此扎根 子孙繁衍 所以定名曾八之祠 曾氏先祖是远从山东移水迁徙至湖南的 后世人才辈出 作为湖南的望族 备受关注 清道光十九年 曾国藩专程来到八之祠拜祠 或许是因为同姓连宗 亲疏匾连 赞叹高沙曾氏家族昌盛 光绪年间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又分别提出了一家人让 曾国藩之所以敬仰高沙曾氏 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家旺族 宗慈恢弘气派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族人对于曾子的崇敬 曾八之祠的第五禁就是曾上阁 里面供奉的就是中国儒家四圣之一的曾子 每次进来曾传国都要烧香祭拜 五百年前曾八之祠建好以后 曾氏人定兴旺但没有忘记寻根问祖 清除 族人远赴山东将曾子的遗像 完整做好踏片 带回宗祠 捐克成像 一直供奉至今 曾子是中国儒家四踏学派的代表人之一 《论语》当中也提到过他的话 《五日三行五身》 意思就是每天要多次地反省自己 为他人谋求解决的办法 是不是忠厚老实了 和彼此友好的人 是不是来往地诚信了 学过的知识 有没有反复地温习 达到熟练了 洞口曾氏后人呢 也秉承了这种人生准则 诚实地做人做事 如今洞口曾氏后裔 达到了五万余人 为了联络海内外的曾氏后裔 专门还成立了一个董事会 负责管理 2014年呢 又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族人希望他们的诚实友善 能够带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好 好 感谢观看